這樣喔 這樣肉會比較好看一點 有肉硬吧 可以啦可以啦 現在狀況很好的導演 請導演交顧一下 或許總是在這個 比如說唱片記者會 或許他自己演的電影記者會跟大家見面 但也大概有七八年沒有機會 做他的電影記者會 你好 我是自由師傅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 那想問一下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從一開始還沒有準備好 然後到現在成為一個華語片 最賣之後的女導演 心情是怎麼樣的 然後當這電影雖然在中國賣得很好 那以前的卻沒有在台灣上映 那你畢竟在台灣出現 你會不會有點什麼樣特別的感覺之類的 謝謝 謝謝 我到現在都還是沒有準備好 就是我 你相信我常常上台之前 我已經唱歌唱20年 我都覺得我沒有準備好 但可能有時候就是因為這個沒有準備好的忐忑 會讓我每一個做每一個事情 會更加的想要努力去把它做好 所以我沒有覺得什麼要準備好什麼不好 就是但是盡力的去完成了一件事情 其實應該說時刻準備著 但你時刻都警覺著 如果沒有準備好 那我就專注一點 把事情做到盡力 好 第二題呢 第二題就是 其實我尊重所有的法規 因為我覺得那都有它的原因在 那也不是我能夠評格 但起碼我覺得我們在Netflix上面 會讓我 在心情上是很好的 因為它起碼提多了一個最好的方式 就是可以讓大家看到 那不會去讓我覺得說 哎呀什麼東西 是不是聲音畫面 就會沒有電影院的一些 對 我覺得還是找到了一個最好的方式 沒錯 而且全球190個國家 對不見譚啊 對 好謝謝你安排 好的 再次的謝謝大家 更加謝謝是Netflix 因為我照顧了許多的移民 我們有熟悉的病者 有更好的一個平台 好謝謝 你照顧一下你的攝影機